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足引养生村成立的目的 集合了编织 美食 狩猎文化 歌谣等等各方面的一些长辈 然后一起来传承这个文化 把年轻人带回来传承给他 然后把工作就一机会增加了 他们留回来 年轻慢慢回来 因为娶了一位原住民的妻子 郭文彪深感原住民有责任 为了文化保存的出一份力 因此郭文彪成立了养生村 将那些在城市里无法立足的原住民孩子带回山上 并给予他们一个工作 刚好是有碰到这个老板 刚好是村民能够把那个外地的女子 走上的年轻人把他叫回来那边工作 郭文彪说过自己的部落自己就 山上的原住民与其等待外界给予他们帮助 他们大多数都是站出来 想办法实行文化保存 郭文彪这位原住民族的女婿 出钱也出力 建设了竹林养生村 与其他原住民一起落地推广部落旅游 为的就是希望这片陆地上的文化得以传承 也呼吁那些一直在外打滚 却苦无成绩的年轻一代 想要回来的话就回来吧 部落需要你 快过年了 回家之路对很多人来说 可能难免会遇上塞车或者是人挤人的状况 但是花莲县秀林乡大同与大理两个部落的居民 要回家却无路可走 完全得要靠角力登山 因为他们的家位在太鲁阁国家公园内 目前没有道路可以到达 大部分我们这边的土地都在山上 所以我们希望回去过我们以前的生活 我们也喜欢在山上 因为我们确实在山上 也住在山上的话 别喜欢在山上 这边很多工作财产 我们种水果 有建树什么的 不喜欢乡下 小时候是又跑了 要去山上或是要下山 我们都可以不用穿雨鞋或是穿布鞋 我们都是用打赤脚 而且我们都可以一个人 就我们还很小的时候 我们大概是国小幼稚园的时候 我们一个人就可以下山 也可以一个人就是跑山上 所以可是现在 现在年纪大了吧 上来真的是要培养那个体力 政府一直帮我们牵到太鲁阁 路就没有修了 是这样 后来就是沉水边上来 也是说要开 可是国家公园上来就没有啦 不行啦 不能开路啦 是因为很多土石流嘛 水土保持就不能开 觉得没有呢 这下山之间是在梦里面的 就能够着